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比于你一开始就要选择做一份工作来讲 学生这个身份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过渡阶段 就是你从一个全职的妈妈转变为一个社会人 在这个过程之间学生这个身份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很多人都很好奇你如何来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 跟你日常的育儿生活这样一个交叉的状态 一听到这两个繁重的工作大家都会觉得头脑发胀 怎么样来如何的好好的把这两件事情都一一排开做好 这是一个技术活 这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 非常需要你挑战的一个事情 接下来我就愿意把我过去两年忙碌的学生生活 跟我育儿生活这一段交叉的人生中非常特殊的阶段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的人生有一点点思考跟帮助吧 想要完成这件事情首先就发现自己的时间是不够用的 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 如何的把它划分成几大板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就把我自己的时间划分成了两大部分 第一个是可以减少的部分 第二个是不能减少的部分 怎么样来说呢 我来一一跟大家解释一下 不能减少的部分就是我无论多忙我都会坚持做的事情 这个是我的priority 它是我的优先选项 第一个优先选项就是亲子阅读时间 因为如果我一旦忙起来之后 我跟小孩的互动势必会减少跟降低 因为我需要专心的做我自己的事情 那么在跟他互动的项目里面 我就选择了亲子阅读这个项目 之所以选择亲子阅读这个项目 是因为我觉得亲子阅读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是一个高质量的陪伴 在你跟他阅读的过程中你可以抱着他 可以让他依靠到你的身上 可以在睡前做这件事情 可以让他有一个身心跟你的全方位的连接 通过语言跟表达你还可以启发他的想象力 跟发散他的思维 让他在一个安宁的跟你的连接互动里面 得到一份爱的滋哑 所以亲子阅读是我选择的首选 我不会陪他做别的事情 但是我一定会陪他做亲子阅读这件事情 第二个不能减少的时间 是我自己的独处的时间 这个就像是一个蓄电池一样 你在忙忙碌碌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一个安静的壳 来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 来给自己一份安宁的 平复你所有情绪 恢复你所有疲惫的一个一小段时间 哪怕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我需要是完完全全独处 我可以出去走一圈 跑一下步 散一下步 抽离出自己日常的家庭生活 跟抽离出自己忙碌的工作 是非常有必要的 恢复你的情绪 让你充满能量之后再回来投入新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是我绝对不能减少的部分 第三个就是锻炼 锻炼是让你持续的保持身体的活力 跟你勇往直前的一个持续的动力源泉 如果你的身体都没有健康的体魄 或者是充足的精力跟体力的话 你是无法面对这么繁重的日常工作 还有你学业和事业上的挑战 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这三样东西是我绝对不能少的部分 那么下面我们只能从剩下来的时间 挤出来多余的部分来做我想做的事情 第一个我觉得完全可以改变的就是 我把这个学习放在了网上 现在很多学校都可以做online course 然后也可以做classroom course 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online course online的话它节省了你来回的通勤时间 节省了你所有不必要的消耗 打开你的电脑在固定的软件里面固定的时间 跟你的同学跟你的教授就可以在网上聚集 你们可以在网上做所有你课堂上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打开摄像头互相聊天互相讨论 做所有的paperwork 然后老师也可以给你及时的反馈 这个都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通过现在的技术条件 所以online course是一个如果你有非常忙碌日程 又想要兼顾学习的话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也是我两年来做线上课程 学习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它确实可以帮你节省到非常多的时间 第二个可以减少的时间就是做饭 我知道我们妈妈们是很希望给宝宝 做一些很丰富营养又美味的餐食 但是这个确实蛮花时间的 在人生的这一个阶段 如果你可以适当的减缩掉做饭的时间 用一些简便的方法来给宝宝提供营养跟安全的食物 例如说你可以用简单的烹饪方法 为它做出营养丰富的餐食 用真的煮的甚至是生吃的蔬菜沙拉 或者是一些鱼肉 用一些非常非常简便的方法 去制作它 但是前提是要保证它的营养搭配是足够的 它的合理的膳食结构 它的营养素的来源是丰富多样的 是符合它这个年龄生长需求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把主要的心思花在搭配营养上就OK了 我有一个彩虹食物选择法 就是我记不住那么多很复杂的维生素 很复杂的成分 我就用颜色来划分 我就保证它今天吃的这一餐里面有各式各样颜色的东西 肉蔬菜水果 按照二分之一的是蔬菜水果 然后四分之一的是肉食 四分之一的是穀物 杂粮穀物 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框架的搭配 我就把它记住了 至于说很精细的那种营养餐的搭配跟选择的话 那是更深的东西了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的框架就足够了 至于如果是你非常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跟有天赋的话 你可以继续去研究它 对于我这种在做饭上面比较偷懒的妈妈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大框架来完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对我来说足够了 第三个可以减少的时间就是shopping的时间 shopping分为两种 一种是日用品的采购 食物的采购 第二种就是你需要的商品的特殊商品的采购 日用品的采购跟食物的采购 就是每天你去超市买的蔬菜肉水果 这些各种的东西 你可以通过网上来order 如果是我非常忙的话 我就每天在网上下单 下单之后它有很多大型的超商都会给你送到家里面来 你的食物方面是可以解决掉的 如果你非常忙碌的话 第二个就是你的日常的衣物 所有的鞋帽 这一类的生活类的用品 其实网上现在也非常方便了 如果你有时间你愿意花时间去实体验购买的话 那是一个购买体验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逛街休闲的体验 但是如果是你很忙碌的话 这些时间是可以减少的 全部通过网络就可以解决掉 这是我的一点小经验 跟大家分享 还有一个可以减少的时间 就是如果你的小孩已经有上学的这个年龄段 比如说像我在上学的同时 我的两个小孩也在上学 一个在上pray school 一个在上小学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会选择离家近的托儿所 离家近的学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每天往返接送两个小孩 分头去两个不同的地方 那么你需要四次往返 这每一天的四次往返 可以花费掉你很多的时间 如果再加上堵车 再加上它的路程非常遥远的话 每一天这样重复下来 你的时间就这么悄悄的流逝了 这个是一个可以降低的部分 在通勤的时间上可以降低的部分 我会安排一个陪小孩的项目 一个cooking的项目 一个打扫家的项目 一个学习的项目 然后再轮回来 我不会今天一直学习 或者是一直带小孩 或者是怎么样 每一天在每一个时间段里面 把它分成像一个小豆腐块一样的 五分钟十分钟穿插另一个项目 或者在你这个项目进展的不顺利的时候 你可以先把它放下 先去做别的 当我有时候写 AC写 我就会把它放下来 然后去煮饭 当我煮饭煮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又可以回来在煮饭的同时 利用这个他cooking的时间 我就会给小孩做亲子阅读 在这两个做完之后 我们吃完饭收拾完之后 我又回到我的学习上来 可以穿插进行 不要一次做一大块 但是你每一块都在前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你转换大脑的同时 你的大脑的区域就在休息 然后你用的是另一个区域 这样你相当于是有一个break time 把它完全的分割开来 一点一点的去实现这个时间 所以我还去做了一份兼职的工作 这个工作在我有限的时间里面 我还愿意挤出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出口 马上把我转化到的知识输出出去 这个是对我长久激励我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 能够让我坚持的一个动力 而且出去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休息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很奇怪 但是出去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休息 因为在你工作的场景里面 你只需要考虑你工作的这一项东西 而不需要考虑别的杂七杂八的事情 你专注在这个事情上不仅是对你专业的提升 也是对你大脑的一个放空 在这一个时间段里面 你只关注在这一点上 这个对你大脑其他的区域也是一个休息 在我两年多以来规划忙碌时间的经验里面 交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这些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你有其他的很妙的关于如何节省时间 如何高效率的运用自己的时间的方法的话 欢迎你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我也非常愿意大家来教我 谢谢你们观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记住点赞分享和订阅哦